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台北电脑展时间 今年又有哪些厂家推出了好玩的新品呢? 一起来跟我逛一下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到了海盗船的展馆 刚进来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刚上市的新品 一网 不对 是这个3900X的机器 没错 这个水冷头底下压着的 就是刚发布的AMD新贵 Ryzen 9 3900X 不过展位上并没有提供件数可以操作 今年也比较严格 我们也不敢做什么骚操作 只能干瞪眼了 不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海盗船今年展出的机器用的都是分体式水冷 没错 今年海盗船正式推出了分体水冷子品牌Hydro X 它们不光做自己的冷头 自己的水箱 还做了自己的水冷液 冷排 还有各种水冷配件 基本上是把分体水冷该涵盖到的部分都涵盖齐了 海盗船想得很明白 土豪的钱才是最好挣的 还有什么人的钱比较好挣呢? 主播的钱也很好挣 所以说海盗船今年还进军了直播行业 推出了全套的直播套件 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很酷的导播台 这个上面可以操控各种各样的直播设定 甚至可以实时的加特效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按键 这个支持很多种直播软件 甚至还支持PR和AE 功能还挺丰富的 长得有点像雷蛇Blade Pro的小键盘 除此之外海盗船还提供了 彩机卡和摄影灯可供选择 对的 海盗船开始卖真的灯了 但是这些还不够骚 最骚的是这个东西 便携式绿幕 后面有一个机械结构支撑 配合刚刚那个软件 就可以实现直播的时候实时抠相 嗖不嗖 我觉得我们平时就很需要这个东西 听见了没有 海盗船的同学 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年海盗船ONE ITX主机的更新 这次海盗船往这个小玩意儿里面塞入了一颗i9 9980XE和一张泰坦ITX 先不要考虑能不能压住 光是塞进去这件事就已经挺狠的了 主板意料之中选用了滑琴的腰板 但我觉得最骚的还是这一张泰坦ITX 核心上了水 供电部分则是做了主动散热的特殊照顾 不过我们实测下来这个核弹 并没有对面的9980XE 跑游戏的时候温度也就50多度 还是能压得住的 这个玩意儿之后也会在国内上市 但是价格嘛 你们懂的啦 看完海盗船 我们来看看各大厂商的X570主板 今年X570各大厂商给的规格都非常豪华 就连TOOF这种比较打入门游戏市场的板子 都用上了扎实的供电用料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当然还是X570的PCH散热 你看这每一家的X570都给PCH用上了主动散热风扇 就连技嘉这种ITX的主板也不例外 华琴甚至还出了一个旗舰版叫做Auqua 直接就用水冷覆盖住了供电加CPU加PCH 这些激进的设计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这次新加入的PCIe 4.0 可能会比较火热 不过这样的代价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来看看首款PCIe 4.0的固态方案 这是群联最新的PS5016-E16的方案 它的速度真是快到惊人啊 来看成绩 顺序读5G每秒 顺序写4.4G每秒 你知道吗 这个固态已经赶上了DDR2内存的性能了 太恐怖了 随机速度这边没有展示 但是据说和之前的3.0固态差不多 带宽的增加并不会带来随机性能的提升 不过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快的话 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RAID卡 这个是技嘉的PCIe 4.0RAID转捷卡 支持4.0x16的速率 搭载4块群联16的新盘之后 可以做到读15G每秒 写16G每秒的超恐怖的性能 方便你们的理解 这个大概相当于是DDR4 2133内存的读写性能 不知道拿这个盘当虚拟内存用 效果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赛瑞今年的新旗舰键盘Apex Pro 这个键盘换用了磁吸式的掌托 比起之前的卡扣更加优雅一些 但最重要的是它采用了一种非常创新的电磁感应轴体 用这种轴体你可以定制每一颗按键的触发距离 从0.4到3.6毫米都可以随时在小屏幕上调整 换句话说 用了这一块键盘 你就可以在红轴和银轴之间自由切换了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新颖的 但是目前这种自由切换的轴体 好像还不能做出段落感 所以说喜欢轻轴的朋友可能还得等待一下 刚刚我们看过了海盗船的分体水冷 你们知道真正牛逼的水冷是哪家了吗? 来看看EK的新品 首先是这个7路显卡水冷方案 嗖嗖 这个是给服务器用的 然后EK今年还展示了一些特别棒的设计 比如这个木质冷头 哇 特别精致 放在机箱里 尽显点牙 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这个 电镀简约风的冷头 哇 太漂亮了 尤其是CPU冷头 这么大一块 一丝不染 看到我是特别心水 就是不知道国内卖不卖了 说到散热 我们再来看看Monster Level的这款纯被动散热机箱 整个机箱就是一个大冷排 支持总共200W TDP的CPU和独显 基本塞一个Ryzen 5或者i5 再带个2160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种设计的机箱对于喜欢静音的同学来说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如果要比骚的话 银广的机箱才是最骚的 今年银广又搞了一个概念产品 叫做勇 它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蝴蝶托勇 据说这个机箱的外形是用软件自由生成的 然后再进行高精度的3D打印和抛光 所以每一台的形状都有一点不一样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那么银广另一个很迷的设计 就是这个Alice系列的布衣机箱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爱丽丝漫游仙境 只是最后的成品 我感觉总有一种洗衣蓝的味道 反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这个创意还真是挺有趣的 更加好玩的是今年的各种MODE 你看这个是现成撕裂者的盒子 没错吧 这个也是现成撕裂者的盒子 里面还塞了一台主机 这就是北极狼今年展出的非常有趣的MODE 把TR盒子当成主机来做 散热通过背面的风扇来给冷排递风 不过TR盒子实在是很小 所以这个机器当然只能装进STX主板搭配APU来用 不过整个展会上我最喜欢的MODE 是这个洗力啤酒主题的MODE 这个Wire不仅看起来 外观长得像一个巨大的洗力罐子 里面还真的是一个小吧台 甚至展会上还真的准备了啤酒来给你喝 不过你放心 这个啤酒和水冷液是分开放置的 你不用担心你的CPU跑着跑着就醉了 不过有的厂商出的新品也和MODE一样有趣 比如索泰今年出了一个主机 你从这个角度看好像没什么吧 就是个普通的ATX主机 你猜错了 这个其实是一台超级小的ITX主机 体型虽然只有8长大 但是他的长相却和他的大好兄弟一模一样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可选 真是够骚的 我们再来看看索泰的对手影驰在做些什么 他们今年推出了明云堂的10周年纪念版2080Ti 不过你看中间这个大大的机子还发着RGB的灯光 总感觉这张卡不应该叫明云堂10周年纪念版 应该叫做Google Pixel 2080Ti 好像更加合适一些 再来看看威刚的XPG 威刚今年就有点恐怖了 他们的内存和SSD就不用说了 比以往更加的RGB 但是最骚的是他们居然开始做电源了 还有水冷 还有玄雪 还有机箱 我的天啊 现在的XPG真的是什么都想做的节奏吗 但你还别说这个全侧头的钢化玻璃机箱 看起来还挺像这么回事的 就是不知道大陆买不买了 当然了说到什么都做的厂商 怎么能不提一下华硕呢 华硕今年的东西也挺多的 首先他们又出了一个双屏笔记本 哎呀 第一次出新鲜 出多了就没意思了 然后他们还出了一个牛皮笔记本 哇 那是真的牛皮啊 哦 对了 也别忘了这个乌托邦概念主板 这个好看确实是很好看 只不过是个概念产品 量产恐怕还是有点难度的 不过今年华硕最讨我欢心的 还是ROG的一个新品 母件Mothership 长得像个Surface一样 但是塞入了i9加2080 它的形态更加有意思 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 键盘翻下来就跟GX50一样 但是这个键盘是可以拆下来的 而且还可以折叠起来 这就瞬间变成一台一体机了 另外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东西 能不能压住i9加2080 官方也很在意这个问题 所以ROG给这台机器用上了暴力熊的液晶 听到没 出厂图的液晶笔记本真的是下了血本了 总而来说 今年的台北电脑展干货还是很多的 不像去年以卖灯为主 今年还是有很多创新的设计 值得一看的 这次我们所见所闻里 有哪些是你们比较感兴趣的呢 也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它搞一个产品过来玩玩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